三哥 你真的也要造反吗 此时你亲我再管 你让我怎么不管 我已经失去了大哥 我不能再失去你和二哥了 三哥 你告诉我 你是被冤枉的对不对 掌羞如父 大哥这些年为了我 为了护家 亲近所有 劳苦公告 最后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让我这个做弟弟的 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你们真的好傻 我把我这些年的积蓄都给你 你赶紧离开南康 好不好 小妹 你莫要再纠缠这件事了 事已至此 再怎么办你会不要逃了 我们立刻来 立刻出来 亲手交钱 苏妍离 你跟踪我 天天 你怎么在这 苏妍离 你说过 要和我和护家周全 我 别过来 小妹 你不要冲动 三哥 你快走 小妹 你听三哥的 先把匕首放下 三哥 你快走 我没事 姐姐 谁都能靠我 就不要怪我不顾及夫妻情分了 七皇子 手下留情 苏妍离 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放过护家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事业 都是你别来谎吗 天天 对不起了 住手 七皇子 陛下让我来问你 反贼可抓到了 张公公 我也将护家反贼 尽数捉拿归案 苏妍离 你说我也是反贼吗 大胆反贼 让你说话了吗 七皇子大意灭亲 卢婢好生佩服 柳福峰 你怎么在这 多亏柳姑娘告发 才将护家反贼一网打尽 事后 陛下自会论功行赏 多谢张公公 抓拿反贼是奴婢的本分 也多亏了七皇子 与奴婢理应外合 本事我说之 牛叔子 老四夫 苏妍离 你们连受些 附家与不义 田田妹妹 是你们护家自作女 怪不得别人 郑公公 皇儿好道 问陛下对些承诺 保护家手权 顾田田 你用兵符与陛下 交混这免死金牌 谁知 你胆大包天 给的竟然是一个假兵符 如此欺君马上 你免死金牌 自然不作数 假兵符 不可能 我应该是从大哥方里 不 田田 你还敢说自己不是犯贼 这真兵符 恐怕还在你护家手中吧 护家贼子蛇属一窝 意图谋反 立刻拿下 是 走 走 进去 放开我妹妹 要关这里 满车那边 放开他 放开我 三哥 三哥 小妹 不怕 不怕 三哥 我不怕 三哥在 三哥 小妹 不怕 三哥 我要将苏月灵 你以来这是什么地方 老实点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明明已经破了天际区 怎么还会这样 苏月灵 你给我坚持庆祝 再吵闹 就让你好好吃点苦头 苏月灵 你是个骗子 我可想到这护家的余党 一直潜伏在朕的身边 秦王子 此次护天霸的余孽 能被翼王打尽 多亏了你啊 真心甚微 父皇得上天必要 奸命之徒 就算再狡猾 也逃脱不得 不过 这个护田田 现在毕竟 还是你名义上的夫人 她有没有参与其中 你是怎么想的 当然是一并处死啊 陛下万安 平真吧 陛下 当时您只处罚了护天霸 并未诸连其余人 这才导致护家 不思己过 贼心不死 组织于党 蠢蠢欲动 特别是那个护田田 尤其可恶 利用美色勾引七皇子 图谋不轨呀 是啊 七皇子殿下 为了抓住护家 与党的把柄 委身护田田这么久 真是难为七皇子了 委屈的还有你呀 不错啊 这次扶风 也功不可没呀 理应加赏 多谢陛下 阿娘 奴婢不觉得委屈 我只是心疼七皇子 奴婢提议 不如在处罚护家余孽的时候 由七皇子亲自奸斩 如何 好提 什么人 我奉七皇子之命 来看望甜甜妹妹 你来做什么 我来看望甜甜妹妹啊 顺便 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 护天灵 护天放勾结反贼 组织叛党余孽 对陛下意图不轨 犯谋逆之罪 今早已被斩首示众 就必正法 你胡说 都还没有审判 咱们肯定罪处决 你们护家上下各个轮番造反 陛下恨透了护家 哪有心情再多看你们一眼 谁离呢 谁离去哪了 你真的以为他还愿意再见到你吗 这本来就是他的杰作 跟你接近的哪一段 每一次对话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喜欢上了你 我非你不去 全部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断 是 哥们 对不起 哥们 一大早就在这跪着了 父皇 儿臣有罪 特来向父皇请罪 怎么了 儿臣犯了两大罪过 其一事 无能之罪 昨夜审讯护家兄弟一整晚 并未得到护天爸手里的遇到名单 其二事 同情包庇罪臣之妹护田天 被其每侧蛊惑 差点误了大事 那你想怎么做呀 儿臣想 那名单不在护家兄弟手上 就在护田天身上 儿臣想用自己的方式审问他 等得到名单之后 才亲手了结了他 很好 你现在越来越像你哥 未来的君王了 还留着我这条命做什么 什么时候 送我去见我的哥哥呢 你到现在 还是想着你的哥哥呢 他不认想谁呢 你吗 一个欺骗我 利用我 羞辱我的骗子吗 天天 命远捉怒 我无可奈护 这辈子就算是我欠你的 下辈子我还你 起黄色 命远 我比你更了解 你还有什么心愿吗 当然有 我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